今日台湾艺人娜娜 白云的恋情风波沸沸扬扬 身为综艺老大哥的吴宗献 对此做出评价 制止娜娜不应该这样做 而背上了霸凌的黑锅 遭到网友抛轰 连女儿的五姑遭到牵涉 她就举例 那你女儿呢 我说我们家的家教 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来承担一些 这是教养的问题 我不应该这样做 我不应该把孩子教坏了 骂我的点不对 你可以骂我 但是不可以骂家人 罪不及家人嘛 今日吴宗献出行某活动 现场表示要坚持提告 骂他就算了不能骂家人 网友这个该告的要告 这个就跟马路上踹你一脚一样 你不能不做反应嘛 对啊我们又不是行尸走肉 对大家都为了一个理想 在这个路面上奔跑 但是大家也为了一个理念 活在这人世间 对的就是对的 不对就不对 该告的就告 对不对 要处理啦 因为他这个骂人是他的事 然后告人是律师的事 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生活上没有影响 动怒不动气 我们可以生气 但是心里面却 在你心里却是可以心如止水 人生才够好玩嘛 对不对 然后没有 他骂我的 他也不是真的恨我 他搞不好还在 可能是买不到我演唱会的门票 或什么 吴宗献作为圈内的综艺老大哥 还表示 已经和白云肯谈过 不能再这样玩了 同时还教育大家 失恋了一定要活得更好才对哦 昨天其实我跟那个白云肯谈过 你们有看到吗 有有有 对 所以我会跟他讲 你不可以这样子 人家一个女孩子在这里 你让人家觉得你在霸凌他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两个人你请我愿嘛 是不是这样 但是呢 到了分手的时候 可以吗 这样不太好 这样不太好 你要报复他 只有一个办法 活得比他更好 老大哥说话是真的有深度哦 大家都要听听了 吴宗献还让大哥都忘了这件事呢 凯莉婷娜正常工作 真不愧是总义教父呢 没有啊 就叫他正常上通告 然后因为人家已经真心的去认错了 那这个事情就告一个段落